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六十集 提督府与侯记长家隔着越有两条街的距离 以这条直线中间往北去 转两个弯便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布庄 半仙从提督府悄然离开后 便在夜色之中狂奔至此 一转身掠入门内 手指一并比了个手势 同时将腰间记者的提丝牌子拿出来亮了一下 房内灯光并不明亮 很明显是不想引起外面那些寻手兵士的注意 布庄老板见到半仙先是一惊 在确认了对方身份之后 马上恢复了平静 低头请示道 马上 马上 半仙点点头 一面开始脱衣服 一面拿着杯上的茶灌了下去 一路急行 纵使他修为极高 在这大热天里边依然是感到渴了 等除掉外衣之后 他问道 几个人 布庄老板正带着自己的几个徒弟 忙着取出衣物和相关的物事 听着他发问 沉声回答道 七个人 范贤将手伸进他递过来的袍子里 点点头 没有继续说什么 这家布庄 就像是北齐上京里那个邮铺一样 都是监察院的暗庄 当然这里并不是监察院住交州分里处 分里处的宅子早已亮明了 范贤要打提督府里 众将领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选择了这里 很忙碌的装扮 很忙碌的除掉易容 范贤不用动手 任由布庄老板和另外几个下属 用心且忙乱的在自己身上整理着 这让他感觉有些异样 就像是男模特 在后台换衣服似的 不过一会儿功夫 范贤就已经摇身一变 变回监察院的提私大人 身上那件黑色的官服 透着份冷然的杀意 将这大热天的暑气都灭了不少 布庄老板乃是监察院住交州的真正主办 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摇了摇头 在心里边涌起了极大的疑惑 他清楚提私大人今天晚上的工作流程 所以愈发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提私大人先前要冒险进入提都府 事后又要忙着换装光明正大的上府问案 其实就连此时在提都府里后命的影子 也不了解范贤的想法 如果是要暗杀长坤 影子就够了 何至于让范贤如此忙碌呢 甚至有些狼狈 其实这一切 只是因为范贤在杀死这个长坤之前 仍然存着一丝希望 他始终觉得有些古怪 在他的心里 对于长坤背后那只手 有着很深的忌惮 一个不知姓名 不知实力的敌人 才是最可怕的 推开布庄的门 范贤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下风扶着他的黑色官服 衣角呼呼作响 他的身后 布庄的几个人 也干净利落的除帽去衫 露出里边哑然无光的 黑色监察院长服 头上戴着官帽 手上分别捧着 几样重要的东西 布庄老板手里 捧着的是明黄色的一个卷轴 他的徒弟怀中抱着一柄长剑 一行八人 就这样在郊州的夜里 晾汤汤热闹闹的 出了门 沿着戒备森严的长街 或许是勇猛 或许是莽撞的 往不远处的提督府走去 除了青楼还在热闹着 除了提督府之外的 郊州城 显得有些安静 像范贤一行人 这样的奇怪队伍 骤然出现在安静的长街之上 马上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尤其是这里离提督府并不远 所以马上就有 引在暗处的官兵走了出来 将这一队人拦住 准备问话 维持郊州治安的本应是州军 但由于庞大的水师在侧 所以水师官兵在这城中 也等若是半个主人 渐渐地抢了州军的位置 这些官兵呢 一向骄横惯了 今日要负责提督府的防卫 只能干听着里面的歌姬交银 嗅着酒肉之香 自己却要在大热天里边熬着 清清本就是不怎么好 这时候出来查验 自然语气上也不怎么温柔 给我站住啊 你们是什么人呢 这大半夜的怎么还在接上 水师官兵问话的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长街 那个奇怪队伍头前的那位年轻人 向他笑了笑 这位年轻人面相俊美 笑意温柔 偏生就是这温柔的笑容里边 却似乎夹着股不容正视的威严和压力 领头的是一个小教官 看着这行人愈发觉得奇怪 夜晚里边穿着一身黑衣服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刀柄 谁知道那奇怪的异形人 竟是看也不看他 更是将这十来名官兵手中的武器 都当作骑上 教官心中一紧 却来不及去通知府内的同僚 眼珠转了几圈 还没有拿定主意是马上去禀报上级 还是出城去通知营帐里的兄弟们 守卫在提督府外的武装力量 当然不仅仅就是这么一小队水师官兵 接头接尾接侧 那些负责安全问题的水师官兵呢 都发现了这处的异样 也马上认出了这一行人 他们的真实身份 监察院密探 没有人知道监察院的人想做些什么 都是朝廷一鼠 水师官兵们自然也不可能 马上拿出刀兵 将对方斩成肉酱 更因为知道监察院 乃是陛下直属的特务机构 所有人的心里边都感到有些寒冷 满眼敌意地盯着反贤一行人 一行监察院的官员 便在街道两侧 数十双敌视目光的注视下 走到了提督府的正门口 半嫌将官帽往上拉了拉 挠了挠有些发痒的发迹 抬头看了一眼府门口 红灯楼与上面贴着的画 笑着对门口的水师亲兵说道 监察院奉旨办案 让你家大人出来接纸 那六名亲兵本来正虎视眈眈着 忽听着奉旨半按四字 马上泄了气 几人忽视一眼 有人便快速跑入府中去传话 剩下的人却是赶紧打开正门 准备迎接天使 范贤却是担心提督府后方的事被人发现了 没有理会这些规矩 将脚一抬便跨过提督府那高高的门槛 直接往里边走了去 水师的官兵们在后方面面相觑 心想这世上哪有这等嚣张的人呢 就算您是监察院的官员 就算您有圣旨在身 可是你又不是来抄家的 怎么就敢这般闯进去呢 监察院的人闯进去了 长坤的亲兵们自然也不敢怠慢 跟了进去 占据了各自有力的地形 警惕地盯着范贤一行人 虽没有想过待会儿要大打出手 可是总要压一压对方的气势 范贤却是没有什么感觉一样 快步走到正厅的门口 推门而入 一眼便瞥见先前进府传话的那名亲兵 正找不到提督长坤 只好在一位偏将的耳边说着什么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里 司竹仍在歌舞升平 通过大开的那扇门 传到了娇州的夜城之中 但贤就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这热闹的一幕 直到长坤的死还没有被人发现 心下烧鞍 面色愈冷 冷笑说道 初卫大人 好兴致啊 厅内骤然一静 所有人都被这不速之客吓了一跳 娇州水尸中几个莽撞的将领 今日已经喝得高了 猛听着耳边的娇银之声屈无 定睛一看 怀中娇鹅 正带着思畏惧地看着厅外 不由回头望去 便发现了那行黑衣人 有位将领豁然起身 心想 是谁他妈的敢打扰老子喝花酒啊 便欲破口大骂 几位娇州的政务官 却是心头一跳 一眨眼便认出了 站在门外那行黑衣人的真实身份 监察院的官服虽不起眼 但是 太打眼呀 作于墨席之上的侯继长 只是温和着 笑着饮酒 与身边的妓女 轻声交谈 眼睛都没有往这边望一望 而那边想 本准被破口大骂的水师将领 却生生将自己的脏话 憋回了肚子里边 满是不服地看着门口的反贤 按道会去 心想 怎么监察院这些黑狗 突然跑了来呢 坐于主位之侧的 一位中年人缓缓起身 对着厅门正中 喊笑说道 不知几位院官 今夜前来何事啊 范贤看了此人一眼 便知道这个人便是 江州水师里边的重要人物 长坤的左膀右臂之一 以智谋出名的党萧波 范贤身旁的布庄老板 冷漠说道 监察院办案 水师提督 长坤何在 听那一阵大话 所有的人都证实了自己 心中猜想 愈发地紧张起来 警惧起来 尤其是江州水师一方的官员们 更是眼珠子直转 不知道在盘算着什么 此时只好由坐在上方 那位江州之州出来说话了 这位半百的老家伙咳了两声 自今说道 这位大人哪 今日乃是长梯度 大寿之日 有何事物 不能明日再说呀 本官是盲 请不要说太多废话 范贤在厅中扫了一眼 江州之州微怒 心想 这厅内至少坐着 五六个上三品的大员 你监察院也不能如此放肆吧 韩怒说道 敢请教 大人 官职明慧 范贤含笑说道 本官现任监察院提私 姓范明贤 自安之 毫不令人意外 本来就已经变得安静无比的提督府内 此时变得更加安静了 满座官员瞠目结识地望着门口的返贤 那几位水师的将领 更是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 嗅到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味道 整个场子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安静和隐藏着的对峙气氛之中 对峙的深处 其实是那些将领们的恐惧 因为天下人都知道返贤的身份 知道监察院是做什么的 堂堂监察院提私 会奉旨前往边远水师之郡查案 用屁股想 都能想到那件事情一定不会太小 水师将领们眼着眼中的忧虑 悄然忽视一眼都在猜测着 莫不是东海上的事发了 而与这些将领官兵们不同 那些被呵斥到一旁的歌技武技们 却是双眼放光 盯着繁显那张俊美的容颜看 一来 小藩大人这种神仙般的人物 不是那么容易见着 二来 其实大家都清楚 这位小藩大人 如今乃是行内的领军人物 若得这位大人物看重 日后的日子呀 可就没了 只是姑娘们不是蠢货 感觉着这个厅内的古怪气氛 自然知道今天没有什么 施展美人计的机会 将领官员们在稍稍一愣之后 终于醒了过来 那位水师副将 党肖波 在长提督不在的情况下 隐隐然成为水师一方的代言人 他微微一笑 起身相迎 与焦州之州并排站着 对范贤行了一礼 所有的官员将领们 都不敢再坐在西卫上 有些害怕地站起来 对范贤行礼请安 因文武不同 心思不同 水师与焦州 州府方面 对范贤的这个称呼也不一样 有称呼 见过提斯大人 有的说 见过钦差大人 但嫌下河微动 点头是意 目不斜视 便在官员们的拱卫中 往上走着 然后一屁股 坐到了 本属于水师提督 长坤的椅子上 他身后那八名监察院官员 也跟了过去 站在他的身后 手握刀柄 胡适 单单地盯着厅内 所有的官员 有点嚣张了 不过他有这个资格 党小波 见这位大人物坐壮 面色唯有不欲 心里边呢 却是暗自高兴 但凡这等 跋扈之辈 可要好对付的多呀 看来传闻中 小范大人的音客 深密 并不见的都是事实 他请渴一声 拱手问道 下官见过提斯大人 不知大人 此次前来 焦州办理河岸呀 你是水师副将 我院中便是办案子 需要人手 也不可能找你去掉 看县平景说道 转身对焦州之州说道 今奉旨办案 身边待的人不足 麻烦吴大人 把州军调一营给我 焦州之州 姓吴 明格飞 乃是旧正时中的三甲 也曾经走过 林响与范府的门路 今日昼一听 小范大人居然 知道自己姓什么 心头一热 只却浑身上下 无不舒态 小咪咪的硬道 哎 尽请大人吩咐 这位吴大人 有一桩好处 就是该摊的银子 一定会摊 他不敢动的心思 一定不动 为人最是 老实本分 反正焦州这个破地方呢 处处被水师中人压制着 许多政务不邪不说 便是有什么大好处呢 也轮不到他 反而落了个干净 吴格飞 早就想调到别的富州去 只是在京都里边 没有什么说得上话的 这个大人物帮衬着 今日听着小范大人 那语气里的亲热 早已经高兴地忘了自己 他亲娘行什么 也忘了监察院 如果调兵 是需要院里 与这个疏密院的守令 便直接对师爷 说了几声什么 那师爷领命而去 也不含糊 水师副将 党萧波 在一旁冷眼看着 心头微惊 暗想 提斯大人出治焦州 什么分数都未言明 便要向焦州地方借兵 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但想了想之后 他悬起烧安 焦州地方官示弱 就算是周军 也不过区区几百人 而且向来训练极差 哪是咱们水师官兵的对手啊 如果监察院 真的是来找 焦州水师的麻烦 范提斯断不可能就带了这么七八个人进来 也不可能当着自己的面 去调周军才是 所以党萧波并不怎么害怕 只是有些疑惑 监察院今天究竟想做什么呢 提督大人呢 圣上有旨意 他怎么不来接着呀 范贤皱紧了眉头 询问道 党萧波面色一炯 也自觉着奇怪 外面这么大的动静 提督大人怎么还没觉察呢 就算您老人家 在后边玩女人 这时节也该出来了呀 真得罪了范贤 谁都没好日子过 他苦笑着向范贤解释了几句 一时眼色 便让提督府的亲兵 入后园去通知提督 范贤冷眼看着这一幕 心里却是按字计算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很久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咱们的双眼看着 转彩和打赏 179问题 是 转彩和打赏 我们将期待 砖入 转彩和打赏